这个定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客户优秀蛮顾 但是我们呢 又什么样 既有功多啊 也不复杂 又让你看得清爽 定制的魅力在以 这个参与性跟未知数 就像拍电影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电影这个到了现场 可能这个天气扬映 气候扬映 这个导演对到了这个现场的 这个调整 因素 还有各种这个因素 来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呢 这个定制的这个朋友呢 大哥呢 他是男性 然后他要求呢 有几点 第一点 末崔 第二点 当然这个文书菩萨 第三点呢 又满功 当然我们从对方的要求 包括我们这个 对这个材料的理解 但他也画个图案过了 那图案对我们来说 这个材料的因素 可能不是很对 对这个口 那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 对这个材料的了解 对对方的需求 我们调整了 两个方案给对方 然后对方的要求 什么也有满功 那我们做的过程当初呢 我前几年去了北京华海市后面 跟这个大背光后面的这个英文来调节这个过度的这个过程 从粗到气 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重要 第三呢 他又要求做纤线 所以我们在把这个纤线的因素 说上去 我们把这里的 做这么平呢 为什么没有把光环做到 前面做上面 就是考虑到这个纤线的对方又是 所以我们这个纤线的因素 就不在身一块 做完 调整完给对方的沟通了解 当然呢 改很好的一个定制的这个过程 一个交流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当然做的过程当初 不断的调节 跟拍电影的一面 位置数很多 然后参与感 我觉得对方也很满意 然后我们做到最后 也接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感谢观看